此时此刻 舞台之上 沉默等待的王子静静的凝视着不远处的少年 忽然之间 露出了愉悦的笑容 很好 怀师 他握紧将绳和剑刃 赞许地汉手 你果然是值得一战的对手 我不得不认可 这一份聚集在你身上的厚重人望 实乃荣耀之冠冕 真令人羡慕啊 所以呢 怀师微笑着反问 要认输吗 投降输一半 王子愣了一下 大笑了起来 缓缓地举起剑刃 我将倾尽全力击败你 为今夜的对决画下句号 怀师 不论我们之中谁能够得胜 都可继承这一处舞台 那就放马过来吧 怀师咧嘴 向着白马之上的王子勾了勾手 战意熊熊燃烧 然后忽然之间有点燃不动了 好像想起了什么一样 错愕回头 看向垂帘之后的身影 等一下 我记得 你好像 不会唱歌吧 岂止是不会唱歌的程度 简直是阴痴啊 他越来越担心了 垂帘后正准备张口的少女愣住了 怀师干咳了一下 小生建议道 要不咱换个人来 你给我画表情包住威就行了 在短暂沉默中 那一道视线就变得危险起来 紧接着 便有呼啸的飓风自耳边迸发 王子的大笑声传来 不要走神 轰 剑刃斩落 纯粹的光明燃烧 自剑刃之上迸射而出 宛如开天辟地那样 展向了怀师的方向 巨风席卷中 怀师狼被躲闪 整个人都被掀翻了起来 可怜自后面翩翩毫无声音 在主唱没有开枪的时候 整个演奏团都寂燃无声 我错了 我错了 就在所有观众们呆至地眼神中 怀师狼被落地 来不及反击 双手合十 向着垂帘后的少女双手告扰 这么久没有见第一句话就是这个真是对不起 我这个人完全不行 人品坏了 你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好不好 大哥 你是从哪里来找前女友复合的渣男吗 无数观众愤怒地喝起了倒彩 老子才刚刚燃起来 还没敢动一会儿呢 你他妈就给我整这个 好好打架不行吗 一时间 台下不知道多少愤怒地垃圾和瓶瓶罐罐丢上了台来 道彩声不绝于耳 不只是场内还是场外 所有原本热血沸腾的支持者们都恨不得往怀师的脸上甩一个差评 或者干脆大声给追着怀师猛坎的王子叫好了起来 对 照着脸坎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马儿加油 对 蹬他腿中间 就连和唱团的席位上 抄着长号和各种乐器的水手们大声地喝起彩 盼着这个不识货的王八蛋多倒点眉 直到清脆的响指声从垂帘之后迸发 细碎的声音自修长的指尖扩散 如铁那样 压下了一切杂响 随着厚重的书籍自半空之中翻开 带着一丝沙哑的哼唱声响起 像是烟雾那样 那歌唱声称不上天籁 纵然嗓音乐耳 可是在嘈杂轰鸣的舞台之上 却未曾被一切轰鸣覆盖 反而渐渐扩散 像是轻柔的疑问那样 回荡在每一个人的耳边 谁能做个忠实朋友 献出高贵友谊 谁能得到幸福爱情 就和大家来欢聚 鸟鸟的声音千丝万缕地展开来 随着垂帘后少女的手指抬起 有无形的力量流淌而出 覆盖在了整个演奏席之上 推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展开了奇迹的连锁 紧随其后的 便有长号高亢的鸣叫迸发 小提琴的旋律化作河流那样 静谧流淌 可随着无数细碎的河流汇聚 就演化出令人心神震颤的 惊涛海浪 铁骨的声音迸发 宛如大的震动一样 自交织的旋律中 那些或是苍老或是稚嫩的声音 随之响起 融入到低沉的合唱之中 真心诚意相亲相爱 才能找到知己 假如没有这种心意 只好让他去哭泣 如是的歌唱 回应着来自怀尸的问题 随着那歌声的升起 无数光芒自虚空之中涌现 不断动荡变化的舞台戛然而止 无数翻版升起又陷落 天幕变化 四十气候剧烈的更替着 好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掌任意拨弄着 直到最后 无数著石自舞台之上凭空涌现 撑起庞大殿堂的穷顶 将此处笼罩在了庄严雄伟的大殿之中 汇聚而来的光芒映照着狼狈的怀尸 好像甄别着什么一样 判断他是否有资格接受这一段友谊 瞬息间 化作了语录 从天而降 覆盖在了他的身上 将一切伤痕治愈 疲乏进去 怀尸 满血复活 似是对判断的结果十分满意 垂帘之后的少女手中 把弄着三颗精巧的头子 嘴角勾起了愉快的笑容 那便倾听吧 我的朋友 那一瞬间 观众们惊叹于舞台上的宏伟变化 可特等席上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子 瞪大眼睛 凝视着这一切 这事 紧接着 交响的轰鸣自少女的指挥之中迸发 宛如光的海洋 吞没了一切那样 旋律化作了浩荡洪流 席卷 震慑了每一个魂灵 统合了每一个杂念 消灭了一切的纷争和烦恼之后 将所有的不斜尽数消解 合众唯一 那是震人心魄的合唱 宛如惊涛海浪一般的轰然交响 就在管风琴的宏伟旋律之中 演奏席上的所有成员们张口 齐声合唱 Freud'a 无以言语的欢快 自这旋律之中迸发 凌驾于天和地之上 化作这个世界唯一的旋律 那是独一无二的欢乐颂 创造主 特等席之上 天文会的代表 终于自震惊之中转醒 不可置信地脱口而出 那是一位创造主 一位创造主 驾临了此处的地狱里 毅力与无数学者和凡人的巅峰 足以修订陷阱法则 凭空定立新规 只需挥手 便可令地狱化作乐园的创造主 可如今 数遍全世界都如同凤毛麟角 一般高贵的创造主 却在突兀地在此处出现 驾驭着奇迹的旋律 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毛头小子纵声歌唱 究竟是哪位 这应该是罗马普系的原点没有错 可罗马普系什么时候 多了这么一位神秘的存在 难道除了教团中隐居的 四位创造主之外 这些年还有新的创造主诞生 可究竟是谁 这么年轻的女性 不应该默默无闻才对 无数惊恶的眼神交换着 或是错愕 或是震惊 再或者是一片茫然 到最后 都化作了日了狗一般的麻木 感觉到了自己掉进了柠檬堆里 凭什么啊 这么粗的一条金大腿说来就来 这个王八蛋的背景竟然这么深厚的吗 等等 也就是说那个家伙真的不是陆明馆的变态了 七星集团的代表脸色剧烈变化 盯着天文会的代表 心思电转 刘部长茫然的看了过去 可被那视线看了一眼 七星的代表便如堕冰枯 是了 一个背后有罗马普系撑腰的升华者出现在了亚洲新秀赛里 这背后一定有什么见不得光的朋友交易 虽然对那个小鬼的身份早有怀疑 但如果被自己戳穿了的话 陆明馆的王八蛋实在太过分了 七星代表瞬间恍悟了过来 拍着膝盖 大声的怒斥道 知道自己底蕴单薄赢不了比赛 竟然想要勾结其他谱系 借助外力 简直是无耻之极 破碎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在门口 那个刚刚推门而入的老公轻恶然的看着他 手里原本挂着的氧气瓶落在地上 摔了个粉碎 你 你 哆嗦地手指着他 老公轻的脸色由红转轻 由轻转红 如是变化了好几次之后 忽然仰起头蛙的一声 吐出了一口老血 仰天倒下 妖兽了 快来人呐 大表哥幸灾乐祸地呼喊响起来 老公轻又吐血了 紧接着 他的声音就被浩荡轰鸣的旋律吞没了 无人问津 如此慷慨的喜乐化作暴雨 随着旋律 将一切吞没 舞台之上 怀尸咆哮 辅刃斩落 硬撼着王子的长剑 随着管风琴所迸发的雷霆轰鸣 自他的身上 无数光芒不断的涌现 来自创造主的加持 化作了一个个弹窗 浮现在了他的周围 雄之坚韧 牛之力量 猫之优雅 黑暗视觉 鹰之威仪 萧之睿智 防护见识 偏转立场 记忆精纯 稳固自信 武器延伸 英灵附体 蛇之迅捷 来自边境暗网的强力 加持不断的闪烁 每一刻 每一秒 都有无数BUFF从天而降 层层叠叠 到最后在他的周围 几乎化作了一片宛如光海的重叠弹窗 五指禁地将他的力量向上拔升 到最后 在恍惚之中 怀尸感觉自己仿佛变作了巨人 将世界践踏在脚下 枪刃穿刺 击退了王子的进攻 掀起飓风 无数鸢尾花扩散生长 自其中 燃烧的山鬼骤然一跃而起 自空中向着敌人斩下斧刃 天马哀鸣 竟然在这一击之下被砸下了数米 落在地上 双翼徒劳地扑打着 却在南升上天空 王子伸手 温柔地抚摸着他的鬃毛 安慰着他心中的恐惧 抬起眼睛看向怀尸时 就难以掩饰自己的震惊和赞赏 如此神奇的力量 这是什么魔法 你不知道吗 殿下 怀尸咧嘴 愉快地笑起来 有意 就是魔法